山东听官收贿4300万花3000万买假玉石,今年8月,山东省粮食局前副局长王传民出庭受审,他被指控受贿4305万余元,王传民失明于收藏玉石和紫砂壶,光是买玉石就花了3000多万元,到头来却发现买的都是地摊货。 1965年4月出生的王传民在今年2月22日落马8月1日受审王传民被指控在2007年至2018年期间,利用担任邹平县县长、邹平县委书记、山东省粮食局副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,在获取扶持政策优惠、建设项目配套费减免、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、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。 共计折合人民币4305万余元,11月8日中共中央纪委官网的消息指,王传民受贿,所贿金额巨大,却还欠助于屁股外债,原因他喜欢收藏玉石和紫砂壶。 2008年王传民到济南出差,在文化市场前逛时,认识了玉商张某,得知玉石升值空间大两年后的一天。 时任邹行县委书记的王传民,突然接到张某的短信称,手上有一批好货急于出手。 可以便宜出让王传民心动了,找到曾得到其关照的邹行县某公司老板崔某。 崔某答应为其购买的玉石马当2010年到2013年间,王传民多次从玉商手里购买大量玉石,价值高达三千多万元。 不过2014年,王传民调任山东省粮食,局副局长不到一年崔某突然找他讨要,之前给的钱并扬言不还钱,就让他身败名裂。 王传民傻眼了他的钱都难买玉石,乐他到处筹钱还欠崔某的债,虽然平息了这场危机但也因此欠下了巨额的债务。 王传民傻为了偿还债务,他四处找专家鉴定几年来宰下的玉石,希望能卖个好价钱。 专家却说,这些玉石都是低档货,低摊货的档次。 2015年王传民打算投资,紫砂湖2015年到2017年王传民购买了2000多把紫砂湖,但最终在紫砂湖拍卖会上一把湖都没能卖出去。 他倾尽所有买来的紫砂湖,竟然也都是赝品。